大兄弟 那孩子是你女儿 废话 来 宝贝 爸爸 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要害怕 天就光知道胡说八道 整天疑神疑鬼 这三年来你打麻将 你说了多少钱 我跟你离婚 惯人家小爱什么事 还有那小丫头 是你跟小狐狸精生的吗 嫂子 这孩子是我的 跟王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你说那孩子是你的 跟王哥没关系 那么 她爸爸呢 她爸爸去哪儿了 她爸爸是谁 是我 师傅 你怎么来了 这个女孩是我的女儿 姚江姐 我 你 你说 大兄弟 那孩子是你女儿 废话 来 宝贝 爸爸 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要害怕 有爸爸在 没人敢欺负你 还有妈妈的 知道吗 对不起啊 现在你相信了吧 人家有这样高不率的男朋友 样样比你老公强一百倍 你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你 谁让你跟我提离婚的 我这还不是为了逼着你戒毒 你 快走吧 走走 别在这儿丢人了 散了吧 散了吧 师傅们 散了吧 散了吧 别看了 别看了 走走走走 回家再说 怎么样 想不想办法 庆明 庆明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真的对不起 我本来 是要准备跟你说清楚的 佳佳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快追上去啊 你跟我去吧 我们一起把事情 跟他说清楚吧 这样不大好吧 别犹豫了 这一天终究要来临的 走 老老 老老 天明都不要我了 他爱上别的女人了 你敢为我做主啊 杨家姐 对不起 刚才 天明是为了帮我解围 才说这孩子是他的 其实 他是我姐跟莫萱的 我只是他的姨妈 天明只是他的干爸爸 真的 那你和天明 佳姐有一件事 我真的不能再骗你了 其实七年前 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但是分手的第二天 你发生了意外 受了重伤 还失去了记忆 之后我就一直以男朋友的身份 在你身边照顾你 希望你可以康复 希望你能想起以前的一切 但是你一直 都想不起来 不 不 这不可能 我们已经在一起七年了 天明 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我 我 这不可能 你骗我 你是在骗我的 你如果不爱我的话 你如果不爱我的话 怎么可能无为不值地 照顾我这能七年的时间 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天明 江江我知道我这么多年 这样骗你 是我不好 但是我爱的是安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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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怎么可能 我 我 这怎么可能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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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天明他不要我了 他还剩别的人了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干脆死人犯了 快死人犯了 干什么呀你 天明 妈 给你去车上啊 我天明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你不要变成这么可怕的故事来骗我 你不会也爱我的 对不对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佳佳 安宁 你不要和我抢天明好不好 你被我抢天明还可以活 可是我如果没有了天明 我就是生不如死 杨佳姐 你快起来 起来 起来 我 我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佳佳 你别这样 天明啊 虽然以前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 你把这镯子 带在我手上时的情形 你当着姥姥的面说你会爱我 照顾我一辈子的 可人现在姥姥走了 你怎么就说话不算数了呢 啊 杨佳姐 其实 天明刚刚说的话都是在骗你的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安宁 天明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其实不爱你 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哥们 好朋友 杨佳姐 我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当年是我害得你重伤 失去了记忆 虽然我坐了三年的牢 但是也没有办法弥补对你的伤害 我现在不能那么自私了 我不可以再伤害你第二次 天明 你好好照顾杨佳姐 小心走 安宁 安宁 天明 天明 你别走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安宁 安宁是我 开门 安宁 安宁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啊 安宁 安宁 你先开门 我有话跟你说 开门啊 安宁 你不要再来了 最好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安宁我求求你 先开门先听我说好不好 安宁 你干吗 你要把安逸吓醒吗 如果你不开门我就不走 我就一直敲下去 安宁 安宁 开门啊 安宁 安宁 不但杨佳逼我 连你也要逼我了 师父 我不是逼你 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杨佳的反应不是一般的激烈 就算你今天可以阻止他自杀 那以后呢 如果我们的爱情沾满了杨佳的鲜血 那我们这辈子还会幸福吗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能牺牲我们的幸福了 如果杨佳没有失忆 就不会有这七年你对他虚假的幸福 他就不会这么依赖你 不会这么脆弱 而他的失忆 就是我跟我姐一手造成的 所以我只能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安宁 你应该很清楚很了解 我为什么要照顾杨佳 因为她对我有恩 我必须要让她好起来 让她恢复 这是我应该要负的责任 但这么多年了 我对杨佳完全就是妹妹 真的就只有亲情 但这样 跟我们之间的感情 完全没有冲突了吧 我懂 我都懂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当年杨佳打我 我一定不跟她计较 这样她就不会受伤了 也就不会有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了 安妮 你不要再说了 刚才在姥姥坟前你也看到了 如果杨佳再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真的负担不起这个责任了 安妮我跟你说 就刚刚在我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我越想越发现 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啊 什么不对劲啊 我一直在想 你坐下来听我说 刚才你离开之后 杨佳的情绪 马上就平静下来 我送她回去的路上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希望我可以跟你有个了断 不要抛弃她 可是这有什么不对呢 以杨佳的个性 你是伤害她的凶手 而且你还抢了她的男朋友 她肯定恨不得马上杀了你 但刚才在姥姥坟前 你向她道歉她并没有顺着你的话 她也没有辱骂你 她反而不敢正眼看着你 对啊 以杨佳的性格 就算不给我一个耳光 她也会痛骂我当年害她重伤 现在还要抢她的男朋友 其实我一直在怀疑 当年造成杨佳重伤昏迷 真的就是你姐 推她的那一下导致的吗 老实说 其实我也一直想不通 当时我姐推她那一下 只是害她摔倒在地 至于会伤得那么严重吗 可是如果不是我姐推了那一下造成的 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安妮 其实当年 我还怀疑过一个人 谁啊 谁啊 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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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阳